前週忙忙飲酒 四度前往基隆替謝國良站台 國民黨內大咖 朱伊倫 蔣安等等 幾乎也是每週輪流到基隆顧梁 而基隆市府 似乎也對投票結果非常有信心 謝國良多次受訪直言 民調顯示罷免案不會通過 但是這都師出無名 所以你要理解罷免最重要的本質 在於說一開始 當他仇恨動員的仇恨點 已經徹底的消失的時候 所以包括林又昌 包括其他人 都慢慢的民進黨的人士 都在罷免的這一塊逐漸的測場 風向已經出來了 對於國民黨而言 現在這個是一個必勝的仗義 每個人都想分一杯跟 罷免案源頭是東岸商場爭議 但謝國良以大日公司 被起訴等事實反駁 民進黨更多次強調沒有介入動員 似乎都讓基隆市民 對於投票的意願不如預期 如果謝國良這個攤頭寶 輸得徹底 請問一下後續立委的罷免 還有辦法順利推動 民進黨後續在執政上 甚至在立法院的對抗之上 他就會少了一個非常強的利益 而最後這個爛鍋 這個倒霉事 該由誰來負責人 對 就是林又昌 畢竟罷兩行動 前董罷免立委會不會遍地開花 更影響藍綠陣營 對於2026甚至2028的下一步布局 比起市民 或許政黨更高度關注 後續效應 東森新聞政中心綜合報導